大家好我是仙博 你们知道日本有一个神人叫做三川奎吗 他往往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别人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 比如什么飞纸牌 砸水漂 踩高桥 当然还有很多数不胜数的名场面 今天我就要来挑战他的飞牌绝技 这个题材我老早就想做了 但是已经有人做过了 没有关系我们再来挑战一下 飞牌难度总共有五个等级 我们先从最低的开始 第一关就是把这些纸牌全部打倒就可以了 Easy 第一关是非常的轻松就过的 天才少女 不过如此 第二关用纸牌打破这个气球 我觉得这气球还蛮容易戳破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十张牌应该就能戳破它 再吹一个气球 我觉得刚刚一定是我吹的不够满 所以那个皮比较厚啊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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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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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之前这个气球压根就没有吹满 所以怎么打在上面 它都没有爆 现在就一下子就爆了 简单 那么第三关就是打中这个纸牌 让这个鸡蛋刚好落在这个酒杯当中 我倒觉得不是很难了 因为打中那个纸牌还蛮简单的 我们来试一下 别直接打中鸡蛋就不好了 好 这个底下已经铺上毯子 这个鸡蛋也被我换成熟鸡蛋了 我就不信它还能撤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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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用这个扑克牌把这个黄瓜 黄瓜蓝腰剪成功 我觉得还蛮难的 因为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道 我们来试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黄瓜太老了 还是我力道不够 只能切一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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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连一个女生都可以轻轻松松把黄瓜弄断 而我一个九尺大男儿 我做不到 这是我飞了两天的黄瓜 它虽然身上已经有很多裂痕了 蛋就是没蛋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日本的黄瓜和中国的黄瓜 它那个品质不同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水果黄瓜 按理来说会更脆一点 我们再试一下 永不放弃 不瞒大家说其实两天前我就不想录了 我想草草了事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这个右手又酸又痛 到现在其实也使不上什么劲 但毕竟打算做这个挑战了 就一定要给它完成 说这么多其实也不是想煽情 给个三厘 我觉得之前切不断的原因就是因为水瓶它挡住我了 这样子就方便我扔黑牌了 这样都不断 第四关就是用我们的扑克牌这样子飞过去把它那个火给扑灭啊 就算我们成功了 当然这个蜡烛底下已经被我用蜡油给固定住了 旁边也放上面火去啊 小朋友不要玩知道吗 这都没吹灭啊 我发现飞这个蜡烛要比飞黄瓜难一万呗 因为黄瓜它整一根也可以被切断 但是这个蜡烛只能上面的那个竹心被这样切切掉才可以吹灭 所以对你这个准确度要求最高 而且就算我扔中了它有时候也不熄灭 谢谢 果然是蜡烛的问题 最后一关用纸牌精准无误的飞到那个缝隙里面 但是我没有那种容器 所以我自己用纸板裁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粗度差不多 可能要比森川葵的缝隙稍微大一点 但不会大到哪里去 好 那么这期视频终于到尾声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就拼图烤的也只是你的耐心而已 它飞的是我的右臂啊 我现在是学会飞牌这个技能了 我觉得之前不成功 主要是那黄瓜 可能我一直飞到那个瓶盖或者胶带上面 其实这些项目真的不难 蛮简单的 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不过我用的牌是专门用来飞牌的这种塑料材质的这种牌 它并不是大家平时用的那种纸牌啊 不过做这种挑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以后如果看到类似的挑战 尽管爱头啊 这期视频过50万立马更新下一条挑战 再见